目前在A股市场,有19家银行排队等待上市,其中针灸银行、长沙银行、紫金农商行三家已过换。 浙江绍兴瑞丰农商商业银行,简称瑞丰银行将于7月10月受发上汇。 另外还有8家处于预披露状态,下面就是19家排队银行的名单。 为什么股市这么差,还有这么多银行急着上市? 要知道,银行股一般都市值巨大,即便是中小银行,其规模也都超过一般上市公司。 这时候上市,不仅卖不出好价钱,还会给市场带来巨大压力。 其实早在今年1月,我就专门分析过2018年,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,具有的特殊意义。 第一,2018年是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重要年份,大量外资金融机构将涌入中国,并基本具备了国民待遇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中国的银行继续转变机制,做大做桥,上市,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。 国内银行股,一般是三个上市地,上海、深圳、香港。 香港那边,市场承受能力很强,但给中资银行股的估值非常低,很多银行不愿意去,即便是了,也希望能H加A。 第二,2018年是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实行过渡期的最后一年。 在2018年年底之前,各家银行都需达到巴塞尔协议III的资本要求。 即系统重要性银行功能中建设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,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.5%,9.5%和11.5%,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其他银行,不,能低于7.5%,8.5%和10.5%,但A股过去几年一直不太景气,加上银行股市值偏大。 所以能在A股IPO的银行很少,2016年有9家,2017年只有一家,2018年搭线即将到来。 所以今年必须要尽量解决一批银行的上市问题,没有上市的银行希望上市,上市的银行希望增发。 其中增发的口子一旦打开,对资金的分流将远远超过IPO。 毕竟,大银行都已经上市了,他们的胃口是大象,精于级别的。 说了半天,只是想告诉大家两个字,倒逼。 中国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,国家早就希望启动股市,来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。 说白了,从印钞票的时代,切换到印股票的时代,2015年发动政策加高赶上的牛市,最终失败。 今年希望通过杜角兽引领,启动股市,目前暂时受挫。 过去两三年,直接融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,法能不断下降。 到了最近,官方文件甚至取消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提法,以安抚市场。 但事实上,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,通过IPO注册制改革,启动印股票的时代是在必行。 最近,因为中美博弈,股市大跌,不仅银行股难以通过股市,来应对2018年大线。 独角兽元年也有泡汤的迹象,股市再往下跌,还想引爆数万亿的股权质押,最终推到多米诺骨牌。 怎么办,传统做法是,爆水,搭击间,启动楼市。 但官方显然不打算这样干,希望尝试更有效率的做法。 新的做法是什么? 定向降准,定向降息针对中小企业已经开始,流动性的提法变成了合理充裕。 所以,爆水会有。 但不是全面的,是定向的。 楼市和大基建,当然也不能冷。 一季度住户部门新增贷款,主要是房贷已经占全部新增贷款的53%,过几天洋行会公布二季度数据,估计仍然在50%以上。 大基建在部分财政能力骗弱城市里有所降温,贷在发达地区会加码。 仅仅这些够吗? 当然不够。 于是,我有一个猜测。 注意,这仅仅是个人猜测,既然过去两年,官方可以通过PSL加货币同感,定向放选,给345线城市楼市。 那么未来定向释放流动性给股市,就完全有可能。 在几个月前的那波创业板大跌中,国家队就直接购买了一批创业板股票,以支撑大局。 未来,其实可以通过设立数万亿的股市凭准基金,来托入股市。 方式可以是,央行通过PSL等方式,给政策银行,大的国有银行低息贷款,购买凭准基金发行的低息债券。 这样,相当于央行间接印钞给国家队。 然后,国家队可以在一级市场,二级市场购买银行股,独角售企业的股权,股票。 若是这样,股市将有一波显著反弹行情,但官方仍然会希望平稳,慢牛,因为上涨太快,会毁了启动印股票时代的大计。 总之,2018年股市是一个重要的反击点,反击的是做空中国的力量和预期,而楼市,只要成交爆量,价格基本稳定就行。 2018年股市的机会肯定会超过楼市,但风险同样输入于楼市,只适合高手来冲浪,普通人还是当观众比较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